就在昨天22日早上 新北市新店有一名咖啡商人 在自家社区遭到了行刑式的开枪杀害 后来警方进一步在追查才发现 这一名嫌犯应该是有备而来 因为他企图制造了很多的断电 他从新店沿途是二度的变装 然后一度逃到桃园机场 甚至还中间一直在换车 搭计程车制造断电 最后他把作案用的枪支丢弃 在航下外的联络道路 然后就搭飞机出境逃往大陆 手上提着一大袋黑色包包 里面装着刚换下的衣服 在新店枪杀咖啡商的嫌犯 行修后一路逃 在龙山寺附近逗处找旧攀谈 最后将作案衣物送给街友企图灭阵 时间往回推 嫌犯当时连开四枪击毙核心被害人 快步上车逃逸 身上嫌烈的红蓝帽T成了关键证据 不过狡猾的嫌犯早就准备好 要变装躲避警方追气 他先将银色轿车 气质在新店环河路一间卖场的停车场 变装后搭建车到龙山寺丢弃衣服 并二度变装再搭建车 一路奔往桃源机场潜逃大陆 路口监视器拍下嫌犯神色聪容 在路边拦车身上的衣服早就不一样 显然做了万全准备 我怕里面有味激发的 警方随后也在机场留在道路旁的水沟内 查获翻了枪支后续也将追查枪支来源 据了解三十几岁的黄姓嫌犯 没有帮拍背景 但有诈欺枪炮和毒品千颗 而零星女车主大安后表示 这辆银色轿车典当后又转了好几手 自己也不认识开枪的黄姓嫌犯 已经出境 我们会请行事侠取 大家来配合 狡猾枪手逃一过程 二度变装搭车 制造断电甚至前逃出境 警方目前持续扩大追查中 记者谢红楼蔡山新北采访报道 治安事件频传 很多人都说最近到底怎么了呢 拿棒球棒欧人事件连环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蔡政府 搬出了什么样的政策解方 就在超商的店员遇害之后呢 因为他劝导客人说请戴口罩 我们的内政部长徐国勇居然说 那我们入口贴防疫期间 戴口罩是人民应尽的义务 他居然说贴一张告示 还有呢欢迎光临的录音 要不要改成防疫期间 请戴口罩的录音来提醒大家呢 光是听到这个 你是不是就已经满肚子火了 桃园市长郑文才还说 那为了要加强这个治安 大夜班的员工增加为两个人 很多网友就开始怒轰了 你不知道大夜班的员工很难找吗 还有你觉得增加为两个人就可以吗 那干脆增加十几个人一起来上班好了 谢寒冰就痛批 两个人值班就可以应付持刀歹徒吗 根本就是没有心思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嘛 那么现在呢为了要避免这个事件一再的重演 所以呢内政部长徐国勇就要求说 那未来如果是特殊分子车上放球棒 警察必须要来特别助记 结果呢遭到网友讽刺说 难道是球棒也要来实名制吗 立委就炮轰徐国勇 你根本搞错重点了吧 也哀酸这叫做国际笑话 马沙拉第二少门 持球棒痛欧难大声 没想到内政部长徐国勇 要求警方在领检车辆时 如果发现有帮派或暴力背景的人 车上放球棒 就要助记在警用电脑 但助记球棒这招能解决暴力问题吗 网友纷纷开酸 放球真的是国球 难道是球棒实名制 简直笑死人 放球棒拿什么法法 助记有什么用 那我放大根甘蔗抓不抓 上回还有大省拿闪药打人 上回接投棒球队狂砸 警方到现场后还把人全都放了 立委说伤人的是恶霸 不是球棒 重点是在警方如何执法 而不是去管球棒 车上也没有工具 一点关系都没有 即便车上没有工具 空手也可以打死人 劳民伤财 然后类似警察 然后义无所成 这个不是回到早时的 金门的戒严时代吗 有人抱了篮球 游到道具 从此以后篮球就不能被使用 被锁在铁笼里头 就算警察助记 有人放了一车满满的球棒 依现行法律也不能开罚 大部长管制案划错了重点 保护不了百姓 只要民众看到警察得拼命 查球棒 大家也回头来检视 恒安发文的蔡英文 那在针对这么多暴力事件之后 她的回应是 首先是在超商命案发生后的 40个小时之后 蔡总统才终于发文 在事件当天 她并没有在脸书做出了评论 那么后来是三个重点 来回应这治安风波 首先第一点是 政府绝对不容忍 要求内政部加强取缔 第二点是 夜间工作提升保护 加强夜间巡逻 第三点是 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 要加强追踪预警预防暴力 看完一二三点 你真的觉得 我们的治安会更好吗 再来有很多的网友 做出评论说 她终于发文了感动啊 重视度不雅于拜登的狗狗 口号呼起来 明天上班继续四个不同意 说好的司法改革呢 从总统的回应当中 其实真的没有看到 有什么比较大力度 或者是实际有作为的 反而是超商 他们现在为了自保呢 我知道内部呢 有一些政策 希望员工 以自身安全为主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遇害的蔡姓男子的父亲 他很感慨 一个小孩养到三十岁 就这样被杀掉 而且是四刀刺心脏致命 他也很期盼 社会能不能还他们一个公道 那么针对呢 为什么他会被刺 就是因为呢 他在上班的时候 有人要进来买东西 他劝告说 请戴上口罩 因为在防疫期间 对方就生气了 拿后来呢 回过头来拿刀子刺他 最后这一名超商的店员 因此不幸的付出他的宝贵生命 现在我们的政策 有没有要滚动式的来调整呢 针对这么多人打完疫苗 不是一直在喊疫苗覆盖率 我们已经大幅上升吗 那请问 为什么我们很多的防疫 都没有在松绑呢 扫那QR Code 扫了真的对防疫 有帮助吗 每一次在扫的时候都觉得 我扫这一次 不知道这个 短讯人钱又要付给谁了 都是我们纳税人的 花的钱 来付的这个预算 现在呢 陈时中居然回应说 超商店员没有一定要劝戴口罩 你这个不是在撇清关系吗 超商店员有没有责任呢 超商店员或许没有责任 但是呢 店家有没有责任 如果他们没有劝告的话 最后罚谁 你会不会罚店家 你罚店家 老板会不会回过头来 问店员 为什么你没有劝告呢 这一环扣一环 郭正亮也说了 不要再讲风凉话 现在的问题在于 要不要取消 对店家违反防疫规定的罚款 现在呢 有一份最新的网络民调 看到有人在路上没有戴口罩 你是否会提醒或检举呢 就是在雅虎的民调 是会检举的 保障公共卫生 告诉各位 现在大幅降低 111票 来自身安全优先 1401票 为什么呢 很多人被劝告 要不要戴口罩 他会暴力会失控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 打完疫苗了 很多时候 比如说吃东西 我们也不用戴口罩了 等等 对此呢 时事评论员朱凯强就认为 徐国勇 包含了刚才的棒球棒事件 他认为徐国勇就是250 徐国勇就是这样子的人 大家为什么要觉得 他今天合250人 他一直都是一个 他一直都是250 对 他一直都是一个 那是律师呢 是 我真的要讲 他就是一个只知道法律的律师 穷的只剩下法律 其他做什么事情 都像是个250 他今天说什么球棒要助记 还记得他在2020年3月的时候 也曾经下过一道 让大家就是哗然的命令 你说吃到姑婆愈是不是 新冠肺炎刚开始 芳心慰爱的时候 那时候对于这个新冠肺炎 还不很了解 然后就是采取比较高 这个高强度的管制措施 结果他呢 他老兄内政部长 就发了一个命令 说全国暂停酒驾 又要吹啊 对对对 全国暂停酒驾要吹 然后结果一片舆论哗然之后 连刺客都跳出来说 你不要再乱了 你不要再乱了 然后最后新冠肺炎是改了 说什么 没有没有那个地方的 地方县市政府 我们不干预啊 中央的大型专案 我们暂时停止啊 地方自己办 就像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记事感很深吗 就跟今天一样啊 说什么球棒都要助记 他以后拍脚头的片 是不是还要在那边 球棒都拿来QR Code 扫过了才能用 还是要这样子 就差不多这么白痴啊 结果他今天被骂了几个小时之后 一直改口 说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纷纷要检举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六日啊 要去那个洲际棒球场 有好几辆车子啊 上面会载很多球棒过来 会载很多球棒过来 就纷纷去注记一下 然后呢 他就改口说 没有 那是帮派分子 有那个帮派分子 暴力前科的 带球棒我们才要那个 这当然在这边啊 这个论述会分两边来讲 那所以那以后 我不带球棒 我带狼头的可以吗 对 还是明天大家分分 我带斧头帮可以吗 对 大家明天分分去投资 那个高尔夫球概念股 因为大家开始改代 高尔夫球棒 这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智障嘛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本身是个智障 就是你身边有很多智障 手机K人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手机大家都要妒忌 对 我本身是一个 好拳脚的人 或者我看到说 我怀疑未来这边 外来有这个 我们当然是这个举例啊 不希望有这种憾事发生 未来有这个妇女 如果被性侵 那以后我们走到街上是不是 警察会那个 说你那个亮一下 我们要注记一下 要不要注记 注要不要注记一下 所以这是第一个 本身这件事情很白痴 第二件事情是 我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 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朋友 本身是警察 然后就直接传这个简讯给我 他说他们今天就纷纷接到 资讯室的报告 怎么说呢 就警政署那个 MyPolice 那个就是那种连线的 那种警方用的那种小电脑 就讲说 这个注记啊 注记持卸记录 今天已经上线了 25号会预计25号上线 远景盘查发现 携带刀枪棍棒等物品 可于MyPolice上 新增持卸记录 之后该等民众 在被查询时 MyPolice将自动显示 持卸记录 提醒多加注意 侦办案件制作相关文书 像笔录的时候 案件管理系统议会 这个显示持卸记录 让侦办人员及时掌握 以协助案件处理侦办 哪一句讲到帮派 就是看到你带我就登记 我就敢去出力 除非远景自由新政 说你看起来有像在混的 你看起来不是很像 不然就这样子 然后不然你哪一句提到 你就是在掰 你一开始就真的这么智障 想说要用这一招 吗